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下週的一些活動 首先就是這個 琉蓮全新地獄集 昨天已經分析過了 它是妖精必備的一張 炸板的卡片 所以這張卡一定要拿禮拜五 然後再來的話它會 有一個成就龍科 不過這個龍科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 那另外呢下禮拜二一樣是會有復刻的地獄集 還有這個夢魘集的 日月狼回歸 因為下禮拜日月狼就 逆轉了嘛 那禮拜二就會開放給大家刷 所以中間加入的或者是新手的話 就可以去刷日月狼 那疾風魔影的話 它主要就是這個斑點 那斑點的話呢 它就是轉星的卡片 把暗轉成模組強化符石 光星轉成星強化符石 就是一張轉星卡 轉星卡的話都還是刷一下比較保險 那它是 暗屬性的模組 那其他的話就是算送的 主要功能是拿來轉星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重點 這個挑戰任務 挑戰任務的話可以拿得到夏娃造型 只要打過LV1就可以拿到夏娃造型 所以這個也要拿 那再來的話呢 講一下它這個是可以用魔法石復活的 那一定要這個順序這樣打上去 LV1 打到LV5這樣子 那每次成功挑戰這個 金光星閃的界度LV1 都可以獲得一張不眠龍 那這關卡應該是跟之前那個 做球給那個天原突破5卡合體的 那個一樣 那個大魔神 那個不是大魔神 那個戰劍一樣 就是通關到5的話就會送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你要刷卡的話呢 打LV1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還蠻佛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人面雛鳥又加倍了 下禮拜一開始就可以抽這個 把你的友情點數全部抽光 就是抽這個人面鳥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下週會復刻的一些活動啦 那今天影片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一下小鈴鐺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拜拜